今集我們來看樓 我們主要是想找回近Finch Station的三房condo 預算大概是3000元左右 看看第一間屋 這間屋有兩間房間 一個墊 第二間房一走進去 就會見到正正方方的房型 有一個挺大的衣帽間 衣帽間隔離是廁所 這次我就沒有拍到 在房間裡面是直接可以走出去露台的 穿過廳就會見到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的房型比剛剛那間長一點 但沒有空出露台 同時這間房也有一個 比較小一點的衣櫃可以用來放東西 旁邊是洗衣房 有洗衣機乾衣機 在房間的對面就會是廁所 這個廁所是有浴缸的 全屋大概是1200到1400呎左右 無論房還是廳其實都頗大 有足夠的私人空間 廚房旁邊就會是釘 釘即是他們的書房 裡面沒有窗也沒有門 空間也比較小 這個單位是在高層 所以在露台那邊看上去 看見景 一望無際真的很舒服 第二間房子 現在已經沒有租客住了 可以看到廳比剛剛那間小一點 而位置處於較低層 我們可以進去看看房間 先進去看看房間 這間屋的房間在同一邊 先看看第一間房間 開燈 這間房間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可以走出去露台 還有有個小小小的衣櫃 而第二間房間比較奇怪 我現在身處的是第二間房 但是呢 第三間房 房間 儲物櫃 衣帽 和廁所 其實都是第二間房間 裡面的 那這個就是第二個廁所 走出去廁所 走出去廁所 就會看到有一個開放廁所 那去回門口那裡 那在圓關那裡 也有一個洗衣櫃 可以讓你放外出的衣服 還有呢 洗衣房也會放在這裡 Bye Bye 第三間房間 還有租客 有一點點亂 因為他們正在準備搬屋 我們看看第一間房 第一間主人房 衣帽間 其實就會在廁所的通路兩邊 走出去廁 我們就會看到有飯廳 還有一個釘 這個釘 四面都是玻璃 一面是對著飯廳 一面是對著廚房 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但是比較小 中間也擺廁 很大 複雜 寬敞 那我們現在走去第二間房 那裡 就會在門口轉右 有一個洗衣 是有浴缸的 穿出去就會是第二間房 這間房應該是沒有接燈 所以應該是會開地燈 略略都看到 裡面也是絲絲正正 還有一個小的衣櫃 洗衣房在左邊 這條影片其實沒有什麼資訊證 純粹給大家看一下樓 希望我們可以快點租到樓 給大家看看我們的House Tour